你現在看的是大爆死 Hello 歡迎回來大爆死的開箱時段 一月轉眼就過去了 一月尾派發的雲map 商店限定商品 還未開始拍片 今天開始會陸續拍片、剪片 上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有興趣的都可以留意一下 今天要和大家玩的是BANDAI SHFIG ARS CAMEN RIDER GEIZER 這個CAMEN RIDER GEIZER 中間左右出的一個營運一方的蒙面超人 其實只是之前玩的GLEAR的鑽式版 稍後再對比一下有什麼不同 西西俠不是太多東西玩 我們馬上來看看 好,開出來是這樣的 本體有一張Profitance Card 跟之前GLEAR那張完全一樣 有一個Ciel變身的GEIZER更換用的頭寶 稍後再看看有什麼不同 這個就是拆了肩膀控制器的兩個更換用的裝甲 更換的手型有四對 兩對攤開的手型、兩對LINK Card的手型 內容就是這樣 內容就是這樣的 這張照片很漂亮 不是很漂亮那麼簡單 是很漂亮 不過我略嫌它那件藍色的Undersuit 顏色鮮色了一點 我知道它第一次出場 21集的時候是開了一個Filter 當然是暗一點 但其實它實物也沒有那麼鮮色 略嫌鮮色了一點 好,近一點看看 GLEAR的時候我已經稱讚過頭很有型 所以這隻的頭型也是保持著好型的 主色就用了一個偏銀色的黑鐵色 那個閃粉是落得很足的 所以你看到它是很閃閃的 前面跟較那隻最大的分別就是多了很多 有很多金色的拉花 這些是印刷東西來的 整體的用色我自己是頗喜歡的 因為這隻金色又不是青金色 看上去其實這隻金色是頗雄雄華貴的 除了Color Scheme和GLEAR很不同之外 另外亦多了很多電路版的紋理 這些全部是印刷東西來的 不是浮雕來的 所以可以用得同一個模具 大家如果有留心看看顏色的話 應該見到它除了白色的裝甲之外 它旁邊圍邊有些類似一隻叫做珍珠色 偏黃一點的珍珠色 你看到它的層次感是更加出的 這隻色我都頗喜歡 不過我這隻就中了一點Z 這個位置那一匹金色 刻上它的珍珠色 QC就很一般 但用色漂亮 另外一個QC一般的地方 我就是覺得金屬藍色的Suit 那些微粒很粗 粗到瘋了 而且這個位置都是上到金屬藍色 震騰騰開心心蘿蔔神 邊上得不太齊 但那些電路版的紋理是印得頗漂亮 而且金色、白色和珍珠色的 撞出來的效果是頗漂亮 這件Suit的後面 這個位置大家看到是瓦色的 其實因為真那件皮肚也好 後面某些位置要用一些有彈性的布 所以就會跟前面不同顏色 它都特地由這些位置是金屬藍色 然後這些位置是瓦身的藍色 這次的用色漂亮 不過QC差而已 腰帶依然是Vision Deliber 所以武具都是一樣的 只是中間一點陣頭的印刷位不同 跟上次一樣 按鍵確認身份的按鍵 指模的按鍵就沒有任何印刷了 這些我覺得可以理解的 好,很快試試可動 頭和頸一個波裝 頸和身一個波裝 左右網都可以 都是那句 因為它的下巴比較厚 所以就很容易頂到領口的位置 大家要注意一下 肩膊的位置有個拉出色的關節 可以拉出一點點 多些活動空間 360度轉 肩膊有個牽出可以拉厚一點點 另外它自己也有個獨立的波裝 拉出之後勉強平舉到 手臂水平旋轉 前臂雙倍裝得來 都是多90度一點點 這些就不特別柴去台 手腕有個Hinge 拳頭有個波裝 胸波裝 腰有另一個波裝 股關節有個拉出色 可以踢高高 但至於因為它是用了金屬色 所以大家可能要遷就一點點玩 打側就去到這個幅度 向後就不太多了 大腿水平旋轉 小桌雙倍裝 腳掌 Hinge 有個摺地 還有一個鞋頭 鞋頭這麼固實 可動方面大概是差不多 可動也是一個合格的水平 不過我覺得 阿里拉姆其實也很優雅 不用擺放一些很大開大盒的姿勢 因為它在第21集第一次變身的時候 又好像現在這樣 雙手放後 輕鬆就屌打巴伐 那麥拉姆的姿勢都是偏向優雅的 突然之間說到 麥拉姆這個名字 我經常聽見 什麼什麼 你老母 麥拉姆 我聽了好多次才聽見 喔 麥拉姆 這樣 現在就換下不同的手型 這邊又換了攤開的手型 這邊就換了 炸Providence Card的手型 同樣地 將Providence Card 因為都是舊母 所以好處跟不好處都一樣 好的地方就是雕刻做足 少少偷懶的地方就是將卡 紅色的位置是完全沒有上色的 插張卡到旁邊的Holder 這個Gimmick也是有保持到的 好 快快手換上 剩下兩款手型 這個呢 我之前說不知道什麼的手型 原來都是拿卡的 用不同的方法拿了卡 這個就真的不知道是什麼了 這個手型 通了洞又好像沒什麼拿 又不知道 如果拿卡 也不知道怎樣拿 有少少 剩下這兩隻手型 就是這樣 肩膀、膝蓋 我和胸口的裝甲 都是可以拆出來的 我覺得尼拉姆用得蠻有趣的 因為它是那些裝甲飛了出來 之後可以弄一個防護網 雖然現在就沒有那個Effect 件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好像劇中一樣 它中間有一個防護網 Buffer 哇 那一段都打不進去 用一些Stand 可以動起它 我現在沒有拆胸口那個 只是拆了肩膝和膝蓋 因為它開防護網 是不用用齊五個的 現在就順便拆了胸口那個給大家看 這個肩膝就是拆了肩膝裝甲之後 補上一個洞洞的一個部份 效果大概是這樣 好 現在就換上第38集 由Cielo 變身的GASA 頭雕 跟原本的頭部的分別 就是多了幾條紅箭 給大家對比一下 只是這樣而已 只是多了少少紅色箭而已 其實官方對於這幾條紅色箭 是有些夠了解釋的 如果大家有印象 38 集的時候 Cielo 覺得這個世界都沒什麼好玩 玩壞了 讓我炸散去 炸到氣巴爛去下一個世界玩 所以要執行這個Grant End 就要有一個龐大的能源 這幾條紅色邊就是 Rider System 的一個 Overload 的警告 所以就著了一些紅色燈 有一個這樣小小的設定 就告訴大家 為何Cielo 變身的時候 就有些紅色鋼 當然這個角色 最後來都只是給Giz的Final Form Giz Knight 出來威風 所以基本上都沒有什麼表現 換了Cielo 的頭 就很想重現他跟Giz Knight 打的時候 就用裝甲組裝了一串 那些火腿波出來 拼急Giz Knight 的場景 現在就用了Light Link Collection 的雷電Effect 硬勁套到裝甲進去 不過當然就套不完 有一個剩 自在開心一下、過癮一下 玩玩玩具就是這樣 發揮一下少許創意 發揮一下小宇宙 這樣玩才開心 好,第不知多少屆東影填飾比賽開始 沒錯 沒錯,現在就拿回之前跟大家玩過的 Carmel Knight Glare 出來 就跟Giz Knight 對比一下 其實大家應該都看到 模具是一千%一樣的 不過Color Scheme 完全不同 亦多了很多電路版的紋理 那些電路版的紋理是印刷的 所以模具是一千%一樣的 但是不同的配色出來的效果就完全不同 這隻的未來感重一點 Giz Knight 的感覺就好像華麗一點 高貴一點 因為本身那套甲、皮套的設計有型 所以基本上填飾比賽我都很受諾 填什麼顏色都覺得挺漂亮、挺有型的 舞台劇那一隻就應該不會出的 反而這個TTF-C那一隻 是不是叫做Gaza Zero 那一隻反而我覺得有些機會會出 那一隻變成1號配色那一隻 我想那個是有些機 如果出的話都會買的 因為這個造型真心是很漂亮的 好,那很快樂就跟大家玩完這隻Acer Traff 上色、拍市、可動、時劃兼各樣城都試光了 小弟訂這隻的時候就成為510元 那說回那隻Figure 用色方面我覺得漂亮的 即是白色、金色和珍珠色 配出來整個Color Scheme是很華麗的 不過上色方面的QC略嫌差一點 基本上這隻東西完全100%球舞 所以基本上玩下去是沒有任何驚喜 純粹是為了儲存角色而買 所以你說我對這些角色沒什麼感情 這隻是完全可以無事 這隻Figure的吸引力是偏低的 除非你真的很喜歡這套作品 如果你是沒有訂到的 我想現貨也不會太貴 近來的款式都沒有一隻炒得起 大概就是這樣 下條影片再跟大家玩個其他玩具 就這樣,拜拜!